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教大家这个尺规作图 还有一个简单的几何上的这个推论 几何上的观察 点对称的观察 那首先呢我要在这里提一件事情 就是有熊老师要做一个 也不是太邪恶啦 但是有点不良的示范 就是我没有要用远规 因为很麻烦 那这个我们 我上课的时候也都没有真的拿远规的话 因为我都跟学生说就是 老师要看到的就是你懂那个道理 所以你留下尺规作图痕迹 这个 如果你手上有远规的话 你应该要用 你应该要去用远规 但是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怎么办呢 留下尺规作图痕迹 尺规作图的 痕迹 证明你是懂得怎么用尺规去做图的 比如说一开始来复制一个线段 那复制一个线段要怎么做呢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条直线 那我要复制这个线段 我在这里挑一点A L 在以前在有熊老师还是国中生的那个年代 我们要去写所有的 所有我现在讲的步骤 这个做直线L 在L上取一点A 然后怎么做呢 这个 如果今天它这条线段有名称 叫小L 这条线段的厂叫小L 那以A为原心 以小L为半径化圆 或作图 那这个它利用的就是说 圆呢 我们用那个圆规的时候 虽然圆规是用来化圆的 但是当你用这个当圆心 然后你用一定常当半径化圆的时候呢 你相当于是在确保你圆周上的每一点 你相当于是在确保你圆周上的每一点 到你圆心的半径的这个距离都会一样嘛 会是多长呢 会是你所设定的这个半径长 所以说今天我拿A当圆心 L当半径 然后画圆之后呢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今天如果不是只画这一段 我画一整个圆 如果把这一整个圆画起来的话 那其实这个圆上的每一点到A点呢 应该都是L这么长 因为它是半径嘛 那所以说我其实就是利用这件事情 然后我只画这一小下 所以我们今天做图的时候不用画整个圆 我们只要在L上 以A点为圆心 然后刚才这个小L为半径 画一个符 交L于B点 则AB即为所求 因为现在的这个 老师学校和大考都没有要大家背所有步骤了 因为就像我说的啦 我们只是追求 我们只是希望学生他懂这个道理就好了 所以我也就不把那些步骤 用中文都写下来 但是如果是复杂的 结合推论 我还是会叫学生写 那我也会跟学生说 如果老师叫你们学就要写 那其实有很多步骤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样不是很麻烦 那就是说有很多步骤呢 当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老师就会要你写 像比如说复制线段 这样子 等到我们学到几何越来越后面 要做的图形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在你做图的过程中 你需要复制一段线段 比如说CD好了 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就只要讲一句话 就是在L上做AB 做AB等于CD 这样就好了 那也就是你就不用讲说什么 以A为原心 以CD常为半径 画幅交L于B点 不用 你只要说在L上做AB等于CD 那就代表说你现在会做这个动作 那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老师怎么知道你真的会呢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 你要留下尺规做图痕迹 如果今天有CD点 然后你要在L上 对不对 复制一段CD过来 那就是复制了 画下来 这个就是关键 来 我把A这个点画小一点 因为A只是一个点而已 什么是关键呢 就是这个弧 你有这个弧 就代表你懂怎么复制线段 就代表你 一般来说还会在这里也画一下 就是说我要量一下 才确定自己量的是对的 然后来这里也画一下 这样子 那你有这个弧就代表你懂怎么复制线段 当今天尤其你学到后面的时候 老师看到你写这个在L上做AB等于CD 然后又看到了这个 OK 他就不会去跟你计较说你步骤都没有写清楚 但是呢因为你才刚学 那老师也不确定每个学生到底会不会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老师要求学生要把每个步骤写出来 在刚学的时候我认为是合理的 但是我要提醒我都会提醒学生 就是说其实以后就不会了 以后对于这个大家都应该会知道的动作 你只要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是这么做的 那老师就不会计较 即便这个可能不是真的用原规划的 我自己用手画一下 你只要给他看足够的证据 他想要看到的证据他看到了 OK 即便你真的没有真的用原规划 也不是不行的 当然理论上我们做图要正确啦 所以你手上有原规应该要拿原规划 那只是因为我们要射影 那架一个原规然后又占位置就不容易 而且我的原规不好会跑来滑去 来 所以这个是复制线段 那复制脚要怎么复制呢 复制线段的道理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利用的是这个圆周上的每一个点 道原心都是半径的这个方式呢 才能够用原规来去做复制线段 用尺和原规 我们这里叫尺规做图 要提醒一下这个尺是指没有刻度的尺 所以说我今天要取一个线段 你不能说我自己量一下 2.13 第一点就是我们设定是这个尺没有刻度 第二点就是你确定2.13而不是2.13563吗 其实你就算有用有刻度的尺 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清楚你的话对 所以在假设你原规这个工具是精良的情况下 你用尺规做图反而是正确的 那来讲到这个复制角 我刚才说复制线段的话呢 我们的逻辑可以去说明 复制角为什么会是用以下这个方式来复制呢 这个要等到我们学完三角形之后才能够去进一步的证明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就直接教大家怎么做 复制角 好 假如这个叫脚P好了 复制脚P 那以L为原心任意线 应该这样说 以任意线段长为半径 以P点为原心任意线段长为半径 在脚P上面画弧 交P点于xy两点 可以吗 我这个弧画下去交这里xy两点 在L上以A为原心同一半径长 就是你也可以说Px长 以A为原心Px长为半径 也画一弧 那这个弧呢稍微画大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复制这个状态过来 所以你要画的跟他差不多 至少比他大 所以在这里 画一弧 那画这一弧呢 交L于这个B点 交L于B点 然后再以xy为原心或以x为原心都可以 以y为原心 x为半径 画 对 文家说以b为原心 以xy为半径 画一弧 交前伏于C点 然后把这个交点跟A点起来 我再把这个流程再说一次 刚刚有点这个混乱 假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简单一点 我今天已经先在这个脚上面点出 随便点一个x 随便点一个x 那以P为原心 Px为半径 在脚皮上画一个符 交两夹边于xy 在L上以A为原心 让Px为半径 画一个符 交L于B点 再以B为原心 再以b为原心 xy为半径 画一个符 交前符 就是这个 这个符 后面这个符 交前符于C点 那于是连接 ac 即为所求 那在这里提一下这件事情 也许有的学生会稍微有点困惑 就是这个所谓 我们刚刚说交前符于 或比如说这个交L于B点 那这个是讲话的习惯 我们刚才做图的时候 还原一下刚才的现场 原本是L 然后有一点A已经被你点出来 然后你说以Px为半径 画虎 交L于 其实以这个正常的逻辑来说 应该是说交L于1点 命名该点为B 但是因为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个做图的说明过程就会更长 就是你每产生一个点或产生一个线段 你要命名它 你都要重新再重新再讲说 交前符于1点 然后命名那一点为C 比如说像刚才这里也是 先点一点X 让用Px当半径 交两夹边于X和另外一点Y 另外一点然后把那一点命名为Y 这样子的这个步骤我们一般都会简化它 就说交两夹边于XY 交L于B 就是说交L于1点命名那一点为B 所以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个 如果你发现学生好像有点困惑 不知道他困惑什么 你可以说说说这件事情 就是说不定他在困惑这件事 虽然对老师来说这是一个很多余的困惑 但是因为学生不懂 就是我们惯用的这个讲法 所以可以讲一下 这是这个意思 因为学生可能会想说 那又没有B 怎么可以交 为什么会交 一定会过B吗 其实那个B点是你自己去命名的 你把这个交点命名为B 好 那于是就是这样 简单来说呢就是复制这个 那接下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词叫做点对秤 什么叫做点对秤呢 我们的以前叫基测现在叫学秤 以前基测的时候很爱考点对秤和轴对秤 因为生活化吧 生活化 那因为他可以用肉眼观察的出来 那所以很多学生反而很多老师反而没有去特别整理 怎样叫做点对秤 其实点对秤有一个 呃 关键 观察的关键 比如说啦 你们看这个图 下列何者是点对秤图形 那这些图形是不是点对秤图形呢 是不是呢 那这个是不是点对秤图形 你觉得 他正五边形 我已经可以告诉你他是正的 这个是不是正五 这个是不是点对秤图形 那 那个 国中老师都会说 点对秤图形就是你可以旋 旋转 旋转 转180度过去之后 他依然在对面嘛 这是点对秤 这个图形依然没有变嘛 这是点对秤图形 那 实际上学生他不见得真的会去旋转他 就是 拿到考据他不会真的去旋转 那你自己觉得这个正五边形是不是点对秤的 其实如果你真的去旋转的话 你看我现在长这样对不对 那转180也就是把上面转到下面嘛 跟刚才的图形有没有一样 其实没有 对不对 没有嘛 刚才的是尖尖的在上面 现在尖尖在下面 所以其实正五边形不是点对秤图形 但是他是正的嘛 就会给人一种好像很对秤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正五边形当点对秤图形 但是其实他不是 其实点对秤图形有一个自己的定义 这很简单可以说明 我们放在这个复制线段后面的原因就是因为 可以用复制线段的概念来去看待他 点对秤这件事情呢 他会有一个对秤中心 我今天假如说有一个 我有一个图形 比如说这个三角形 我要去以这个对秤中心欧为 他的中心 做出对秤欧的点对秤图形 应该会在这边 对秤过来 转180有没有 假如我今天欧按住对不对 他是不是应该会在这边过来 对不对 他本来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去做 我今天要做图做出来 我不是说真的把他转过去就算了 我要在这边就做出来 跟他遥相呼应 那我要怎么做 他是这样子的 其实点对秤呢 他就是穿过这个对秤中心 然后复制一倍 所以逻辑上是很简单 我们先简单的画图在这张上面 等一下再来做刚才那个 就说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点 局点 然后我的对秤中心是绿的 我只要把局点拉直线拉到绿的上面 再拉一倍 这个就是我的对秤点 可以吗 那当然你要做到正确的做图 你直线要用此画嘛 然后怎么样 你的所谓的一倍呢 其实要有原规 所以你要留下此规做图痕迹的话 就是会长这样 这个假如说我局点叫做P 原型叫做O 在PO直线上 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的做图说明 在PO直线上 取P 取OQ等于OP 如图 则PO即为所求 因为你这样讲有可能取在这里 但是 你也可以说在P的另一侧 取OQ等于OP 那如果说 是图形呢 不是只有一个点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随便勾勾勾勾勾勾 那对称中心 那它的对称 它的对称图形呢 就是说我的每一个点都去做对称点 在这里就会产生我的对称图形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取这个点 原谅我把我的勾弄成直线 方便等一下的做图 好 好 来 那我把我的 比如说我取这个点 好了 一倍过来再一倍过去 差不多 在这里 那比如说这个点 一倍下来 再一倍 我们这里 比如说咖啡的这个点 一倍过来 再一倍 在这里 那我这个勾呢 就会变成是 我现在把这个原本的勾灼深色 灼粗一点 可以吗 这是我原本的勾嘛 那我新的勾就会是 从这里 再裹一点 好 这就是不用不真的用原规的坏处 哈哈 请大家原谅我 这个就是我的对称图形的 也就是说原本长这样嘛 然后对称这个点之后它是长 大概长这样 对称过来 对称上去 对称下来 这样子 然后你看哦 哎 来 看他 图形在这里嘛 转180之后 有没有 转180之后 仍然是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你相当于这个转180转过来 这个转180转过去 那这样就叫做点对称 所以他的另外一个定义 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个定义 叫做 以对称中心为轴 旋转180度 这就是点对称的结果 好 那但是我要说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补充这个给学生 就是他是穿过对称中心 再复制一倍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今天跟大家这个小小的闲聊一下 我们在教完 一般来说在国二下 我们已经教了一点点物理化学 教一点化学之后 周期表备了之后 我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跟学生聊聊这个天文的东西 那首先从这个跟化学还没有很强烈的关系的部分 就是什么叫做行星 什么叫做恒星 很多人一直到国中读完 都还不懂到底什么叫行星 就是说好像 有啦 就是说太阳系八大行星 那为什么只有八大行星呢 难道整个宇宙中就只有太阳系有八大行星吗 那课本上说天上的行星都是恒星 为什么 那行星到底是什么 其实并不是天上的行星都是恒星 其实这个 然后说太阳跟这个其他的行星都是恒星嘛 那为什么要叫他们叫恒星 为什么地球要叫行星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古时候的人在观测天下呢 他还没有 就是太阳系的概念 那星星对他们来说就是夜空中亮亮的那些点 很早很早开始 人类慢慢的就发现天上的这些点的位置好像是固定的 当然不是真的固定啊 他们会东升西落嘛 只是说他东升西落就是有一个固定的 固定的这个相对位置 然后有一个固定的轨道 比如说今天假如有一个星星叫做勾勾星 有一个星座叫勾勾座 它有三个点组成的 这样好像一个勾勾有没有 在傍晚的时候从地平线升起 整个晚上夜晚东升西落 你就会看到这个勾勾它 就在晚上不同的时间点 他就这样子东升西落一圈下去 明天上来又东升西落一圈下去 虽然跟着这个 每天不一样 就是一整年为一个周期呢 他们在天空中的位置会有微微的调整 但是他相对位置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东升西落 对不对 但是呢不久之后 这个人们就发现 有一两颗星星特别的奇怪 怎么奇怪法呢 他走这样子的 可以吗 就是他的轨迹 他的轨迹不是 不是跟着整个天上的其他的星座 我刚刚只画勾勾星嘛 其实天上有很多其他星座嘛 那你即便是 就是月份不一样 观察到的天空星空不一样 但是这些星座它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 就好像我这十只手指 一起就是要起来要下去就是这样子 那今年 比如说春天你看到的是这个 夏天你看到的是这个 然后明年春天又是这个 明年夏天又是这个 他是一个相对位置很固定的在天空中 虽然说会转动没有错 但是他至少是乖乖在走的 可是有一两颗星星很奇怪 就是他的轨道是这样子的 他竟然还会回头 那对于这种会回头的星座 我们觉得 他跟会回头的这些星星 他跟其他的星星不一样 就是其他的星星好像是固定在那边的嘛 所以自从到观察出这种会回头的 路线会回头的星座之后呢 于是 这个古代的天文学家们 就把那些不会回头的叫恒星 会回头的叫行星 所以其实对古时候的人来说 行星跟恒星都是行星 只是 恒星不会乱跑 行星会乱跑 他会走 有没有 所以他的叫行星嘛 那恒星不会 他一直都在那里 永恒的 行星会乱跑 那后来的这个近代的天文学家 从克普勒之后 其实就观察 就推论出一个道理 为什么行星会乱跑呢 其实是因为 行星跟太阳 一起在 行星跟地球一起在绕太阳 也就是那些会乱跑的行星 其实是因为他离地球很靠近 所以当我们在绕着太阳转的时候 这一颗也在绕着太阳转 有的时候我就会绕到他的前面 但是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绕到这里 有的时候他会在我的这一边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就会又 我应该要怎么画 就是有的时候我又会绕到 我又绕得比他更过去 所以他看起来 他又到我的左边上来 这个 帝科有那个图 我没有 背那个图的样子 那就是因为我们一起 一起绕的圆周转 但是我们绕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在我的后面 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在我的前面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颗 星他在天空中的轨迹是 会绕的 那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他要会绕 要会发生这种情形呢 其实只有一个关键条件 就是他要离地球够近 他离地球一旦很远之后 我们地球在这边转转转转转 对他来说就 没有什么差 对不对 你在这里绕绕绕绕绕绕绕 他在那里绕他的啊 对不对 那你在天空中一直看到他 就是一直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所以行星一定是因为离地球很近 那并不是说只有太阳系才有行星 而是因为行星本身不会发光 行星比较小颗 要够大颗才会发光 那太阳系里面我们看到的行星 都是因为他把太阳打给他的光 弹回来给我们住在地球上的我们看到了 所以我们只看得到太阳系的行星 那其他恒星啊 我们看到天上其他行星都是一颗一颗的太阳 只是离我们很远 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点而已 那这一些恒星他没有自己的行星 只是我们在玩夜空里面看不到 用肉也看不到他 那为什么只有太阳会发光 为什么行星不会发光 这我们下一次再来聊 来介绍这个定义啊 所以点对称图形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有一个图形 我可以在这个图形里面找到一个对称中心 让这个图形上的每个点 对该点所做的对称点也都在图形上 比如说 来看这里 这个正方形我可以做一个对称点在最中间 糟糕 干脆用白的 假如说白的这个是对称点 那于是这个正方形的每一个点 对称过来 对称下来 过来这里对称点 这个过来这里对称点 或者说边也一样 这个边过来这里带对称点过来 这个正方形他的每一个点 过这个对称中心所做的对称点 都会跑到他自己的图形上面 的话 那这个正方形他是 点对称图形没错 但是你看这个正五边形就不是 一样我有一个对称中心 一定是在最中间 那我的这个对称中心呢 我这个点做过来的在这里 我这个的话做过去在 这里 我这个的话做过去在这里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的对称图形 其实他如果转180度的话 其实肩脚会向下 他会变成这个 那就不是原本的这个 对不对 不是原本的这个 这样 所以说其实正五边形不是点对称图形 那这个是不是点对称图形呢 两个检验方法你可以立足他转转看 你也可以怎么样 我说 找一个对称中心 做对称点 做对称点 那这个是 然后这个也是 可以吗 那么 这是这次的作业 谢谢 来写写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正方形 旁边靠一个正三角形 如果我把以B为原形 让这个正三角形翻上来 请问在这个翻上来的过程中 被整个正三角形覆盖过的面积 包括一开始的这一块 和后来的这一块都有 被他覆盖过的面积到底有多大 然后 请叛乱下列合者 是点对称图形 然后 请以欧为原形做出这个T形的 点对称图形 对称过来在这里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接着课上到这里 那我们接着课上到这里